收看公共电视 现在为您播出公事晚间新闻 欢迎收看公共电视 现在转到桃园县归山乡的西旧路 当地有一处私人的花圃 里头有茶花 玫瑰 杜鹃还有樱花 花朵又大又艳丽 吸引不少民众来欣赏 在桃园县归山乡西旧路 有一处私人的花圃 主人江西何先生 有五十余年的种花历史 可说是一位种花达人 对茶花 玫瑰 杜鹃 樱花等 都有深厚的研究 江先生家住板桥 每天早上特地通勤 来到桃园归山整理花圃 因为最新于种植 栽种的花朵又大又艳丽 前台湾省主席邱创焕 还因此慕名来欣赏 江先生的茶花 借由嫁接的技术 让每朵茶花都能有着不同品种的混合呈现 花圃有两百多样茶花品种 江先生更介绍了金牡丹 紫金城和维基尼亚等多样品种 让来访的游客看得是目不转睛 不过却有一种花种 让江西河先生感觉最难栽植处理 江西河因为对花的嗜好 用了五十年的时间 西新照料 也让整个花圃呈现五彩缤纷的颜色 公民记者卓文庆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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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